好的 歡迎回來越世界喔 那我們一樣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資訊 花旗準備退出台灣喔 那有三個關鍵語音 其實想講的不是花旗退出的三個關鍵語音 我想講的是 雖然對於越世界來說比較沒差 越世界通常拿花旗來消費 就是單純的為了她的2% 的那個現金回饋 那應該一般的人或者是 一般的年輕人比較愛好的 可能是我以後如果要去 看微秀或看電影 可能就少一個花旗的信用卡可以刷卡 打折的部分 可能就大受折扣 然後花旗還有一個享樂卡 她會提供 每年你生日的時候會提供 王品的那個第二顆半價 這個優惠也這樣子不見了 那其實裡面有提到說 她開始從在印度那裡 她的消費市場 從原本的第二大 將到2020年的時候 降到第六位 那她的自有5億美元 居然記錯給她的那個客戶 的代方 表示她的系統已經 已經開始出現了一些些問題 那在財富管理部分 她可以去滿足 那個有錢客戶需求 那在那個 她與高盛 今年在美國承銷 IOP方面 則是並駕齊居 那其實在硝金的市場 其實非常競爭非常激烈 那疫情的狀態之下 也導致了一些面貌的改革 那實際上是否退出硝金市場 已經是發起內部的一個很大的爭議 那她在全球 有19個營運的市場 其中有12個市場是在亞太那裡的 那 硝金的業務貢獻有一半呢 是在亞洲區這裡 那接下來七年 包含企業一些貸款 業務的超前 獲利更是硝金業務的兩倍 那她的那個硝金業務 開始就變成比較停滯 再加上因為疫情關係 那花奇 花奇花費了大概175億美元 在信貸損失跟準備金上面 其增有三分之二是來自於 消費者銀行的那個 業務的部分 那不管怎麼樣 大家特別針對 如果說你手頭上的花奇的信用卡 那紅利部分啊 有一些人在講說 那我該怎麼花喔 好像還有新聞會去指說 要怎麼把手上的那個 點數給解決掉 有一些好方法 比方說你可能拿去 繳停車費 或者是一些 呃 好像停車費 那其他幾項我有點忘記了 那你也可以上網去查一下 怎麼樣快速的把自己的 紅利 廣快給那個 用完了 那才不會損失到你的權益 我是不知道說 新街的那個 銀行的話 是否會保留 他的那個 那個 紅利部分 像月世界 兩趴 可是他兩趴其實要累積 刷滿一萬五才有三百塊的回饋喔 我現在也很頭痛 我也不可能刻意的為了他 然後趕快去刷滿那個 一萬五 那我 我還要看一下這個月賬單 是否 是否 是 差多少錢 然後買一萬五這樣子 然後趕快把那個 三百塊的那個 那個 性金回饋 給他用掉 這樣才不會損失錢 好 那我們就 這個話題 就大概針對到這裡 那今天其實想跟他談的是 我們 其實想要聊 那個 神趙雲 那神趙雲 最不搭配的輔助 到底是誰喔 因為世界稍微看了一下我覺得 他最不搭配輔助喔 其實神趙雲走的是一個所謂的 單體啦 然後 爆追啊 爆擊之類的一個角色 也就是說 他單體輸出是非常強 那 你如果有練神趙雲的人 你就知道 他其實不是一個 快速解決對方的一隻 那個 猛將 他是一隻屬於 算是小魔的猛 也不算小魔 他的爆擊力也是很痛 也是很痛 那他就是單體輸出 不像神趙雲 那個 屬關羽 或者是說像神旁童 或者是像那個 嗯 張寮啊 張寮的第三招也可以直接 打 敵方武將最多的那一列喔 也有機會可以一口氣帶走兩隻 的部分喔 那如果說他敗鶴意證的話 又更有機會一口氣帶走三隻喔 那 相對於神趙雲來說的話 神趙雲就會比較屬於 小魔小拖的感覺喔 那拖越久磨越久 其實如果說 你去帶一隻 哪一隻 輔助系會最讓你 可能會最不利的 因為世界覺得應該是神諸葛 那我們看一下 影片來去 跟大家講 然後應該是這 好我們看一下喔 神趙雲在前頭 然後這是鶴意證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喔 他的 神諸葛還比我的魔管也要慢 那其實這樣子大概扣到他 將近快三分之一的血量 神趙雲部分 但是神趙雲的特性就是 他可以 呃 不會打超過三分之一的血量 也就是說 這樣很 很OP的情況之下 他比較不會保死 但是現在如果套子開下去就比較不一樣 你看套子開下去的話結果就是 一口氣就可能 因為攤商的關係 反而神趙雲在前面 結果 導致其他角色死光光 為什麼會這樣子講 因為 那個神諸葛開攤商 但是如果說 他的其他角色裡面 他的那個 抗暴啦 或者是說一些硬體的設備 不夠強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一口氣就直接被帶走 也就是剛才這樣情形 那 所以說 越世界會覺得說 那個 神諸葛會是 他比較不適合搭配的 一個 輔助系的角色 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說 我今天上了兩三支 輔助系的角色 但是因為 神諸葛開了套子之後 第一 因為神諸葛開了套子會貪傷 第二 因為我的輔助系角色 一些硬體設備不夠強 比方說可能抗暴能力不足 或者是一些 會被別人暴血的情況之下 他的一些裝備不足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會導致這樣子 而使得 他開了套子之後 反而 成為他的致命傷 成為他的致命傷 當然 當然也是有其他部分會有例外 比方說 像是我們看一下 因為我剛才有洗掉 所以好像找不太到 這個等級太高了 這真的不用講 因為他炸下去我就死了 看一下有沒有 一隻神兆 也是 也是帶這個 然後我輸的 然後我輸的 我輸了的 好 好像都我贏了 剛好 剛好被我 被我剛才要 要刷那個 擂台時候被我刷掉一些 紀錄 所以沒辦法看 好沒關係我們看其他部分 那 另外一個 我想講的是神兆允能搭哪一隻武將 我覺得神兆允 算是一隻神兆允可搭的武將 為什麼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至尊 然後紀錄部分 然後是 老汪是不是 他殺爆我 我們看一下 他怎麼殺爆我 他也是神兆允在前面 那其實他應該是 神兆允是主力打手 那 這樣的話 神兆允第一在前面扛 第二 神兆允可以炸我們 所以說 他的那個 神兆允的耐久度 就會變得比較重要 那今天 浴室界出手 沒辦法帶走他的神兆允 就變成說 如果說在這個 前面的時間點 沒辦法帶走他的神兆允 我們後期就會變得更危險 因為神兆允有時候 他出手就會很痛 他如果說他的素質 夠好的情況之下 這樣掃下去 其實他的血量 反而是沒有扣很多的喔 所以說他這個時候 如果說 那個神諸葛下了套子之後 攤傷 但是他的硬體設備 夠高的情況之下 他就有 他就比較不會因為 神諸葛而受傷 但是如果說 你今天如果 你的那個 硬體設備不夠強 抗爆能力不夠好的 情況之下 因為世界會覺得 帶了神諸葛反而是 一個 加速自己 趕快死亡的一個 機會喔 你看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神兆允就是單磨的部分 一直慢慢殺 慢慢殺 慢慢克死對方 但其實重點在 他的神防蟲打人也 兆允不算痛 但是也是關鍵之一喔 他甩下去 你看 甩連 法連之後的長寮就被帶走了 那神兆允又開始前面一直磨 又打不死他的情況之下 你 你 你就可以想像 神兆允打不死 然後神旁兔在後面一直補刀 一直補刀 補到最後就是死光光了 就是死光光了 那為什麼他這樣搭 神旁兔好的原因 也是在這裡 那越世界不會講說 不會給大家看說 每一場都是我贏 我覺得每一場都是我贏 沒有意義喔 我們要看的是 為什麼而贏 為什麼而贏 會比較重要一點 然後第二值 就是 屬關羽部分 我們看一下 為何是屬關羽 呃 武漢是不是 武漢 他叫武漢肥炎 武漢肥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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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他一樣也是帶神兆允 但是他的坦 反而變成了神諸葛部分 放在前面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武漢肥炎 那屬諸葛也算是一隻小坦 在前面站著這樣子 反倒是把他的神兆允 放在中間被保護住 那他其實打手的部分 還蠻多打手的 你看 重點就在於 屬關羽 其實屬關羽 誰說 屬關羽一定會被張療克 重點在說 屬關羽如果出手夠快 然後夠痛的情況之下 他一甩一甩下去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 我到時候再做一集 評比 所謂的那個猛將 哪一隻比較值得練 那這個其實 這個影片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 其實 越世界老師說 比起 真正 那個 輸出來說的話 同樣等級的 那個 關羽或者是 張療的話 一樣都是走極限的路線的話 我覺得 如果說一旦 屬關羽出手 比張療還要快的情況之下 他有可能一口氣就收到張療 再加上張療 側邊的另外一隻 那他的贏的機會就更大 那張療今天如果出手比他慢 就很難 才能有機會贏 那也有可能因為 張療出手 但是 他雖然帶走那個 屬關羽 但是因為他放了那個 什麼 神流被 然後結果 屬關羽起來 又復活一次之後 反而起來之後 甩一下 然後馬上回血 記得有一個影片是這樣子 看一下 看一下 但是他好像就不是帶那個 不是帶 不是帶 不是帶那個什麼 神造魚 是這一隻嗎 我看一下 我們看是不是這個 欸 不對 他帶那個 他帶那個 那個 陸訓 所以他不會是他 說珠空是這個嗎 好像是他是不是 這個 好像這個 我們看一下喔 今天 今天看 呃 我的魔關先出手 然後接下來換我的 章療 結果帶走他 幾乎快帶走他的那個 那個 已經把他的那個 鼠關帶走了 結果在這個 一瞬間 鼠關被附我了 傻眼傻爆眼的 然後 然後 他把我的 髒鳥給幹了之後 結果他又 又 因為殺了我 又回血了 所以說 其實 那個神造雲 搭配那個 鼠關魚的輸出 確實是很OK喔 第一 神造雲其實不是當 主力輸出 而是他是當盾的部分 然後 他後面的那個 鼠關 也就有點像是 剛才講的 神龐童一樣 他在後面一直尻一直尻 尻 尻久了 你只要前面 你打破他對方 前面的那個 神造雲 或者是 屬諸葛也好 或者是神諸葛也好 他後面的打手 一直輸出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能會倒了 所以這是重點 這是重點 那 這樣的搭配方式 也是一個很好 也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搭配方式 那我們 再看一下 另外 想講的 其實大家會比較常看的是 搭配魔女布 但是 越世界覺得魔董卓 也是一隻 可以練的角色 為什麼 因為神造雲 都是刷前面那一隻嘛 如果說今天 如果神造雲出手 沒有把對方收掉的情況之下 魔女布這時候的出手 就變得 顯得非常重要 如果說 因為魔女布 也只能刷前排 再加上 魔董卓 也一樣只能刷前排 情況之下 如果說 今天看一下 我記得我有收藏一個影片 是 如果之前有看我影片 你就知道 我之前有講說 一個 魔董卓超強的 也不是很強 但是 但是他就是把我幹 你看他 他只有放魔董卓 他的主力輸出 超常少天 也是給魔董卓 那他這裡 開滿了那個符石 但是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用神勇部分 其實如果武將不帶 怒翼套的話 其實帶神勇套也是蠻厲害的 再看一下這個影片 當然他這裡沒有那個神造雲 但是我想講的是 就是 就連魔董卓也有這樣的表現輸出 然後你看他的 那個 屬龐童 是在做降療的動作 而且做破甲也是蠻痛的 他速度都比我快 他速度比我快 你看這樣搓下去其實不是很痛喔 不過那時候我的小喬還沒來到 12星 還沒來到12星 你看他的 慢慢的把我的 那個 打掉 而且 那個 那個 魔董卓其實是刷前面 前面 前中牌的部分 他 他如果去搭配神趙雲的話 一樣也是刷前面 前排的部分喔 今天如果前排一直被貫穿的情況之下 就是默默的被打死 他前面的打 的那個 站的坦或是那個 不是不死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很 很有可能 一路被刷 被清掉 一路被清掉 就像這個樣子 所以說今天如果說 硬要說 神趙雲 搭配哪隻 輔助不好的話 我會覺得當然是 對我來說是 神諸葛 因為神諸葛的套子 攀傷的結果 會導致他可能 一半的隊友會直接被帶走 除非說今天你的那個 硬體設備 比較高一點 你整個 比較不怕暴擊 或者是你血量厚 或者是你防禦 稍微偏高一點 別人打起來 打你比較不痛的情況之下 攀傷就變得比較重要 那如果今天你的 硬體設備不足喔 我講的是 硬體設備不足的情況之下 那你又神趙雲去帶著神諸葛 就很有可能就直接被幹了 就直接被幹 那他搭配 他比較好搭的武將 就是我剛才講的 可能會有神龐銅 或者是 屬關羽 這兩隻 或者是說 這兩隻是刷後 後面跟全 神龐銅刷全體的 然後 那個 屬關羽是刷 中後排的部分 專門打中 抓中後排的部分 就像抓鬼一樣 那所以說 加上 你可以搭配 魔鬼步 或者是 魔董卓 大家都說 魔董卓練了沒有用 但我覺得說 其實大家不要忘了一點喔 魔董卓除了刷前排之外呢 魔董卓還有一個技能 是沉默 沉默也是可以讓對方無法出 放技能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個 關鍵技能 今天如果說 對方的前面 不管是戰神趙雲 或者是戰那個 那個 神 神諸葛好了 他就沒辦法開套 沒辦法加攻擊 或者是神趙雲 沒辦法做 那個 攻擊跟爆追的情況之下 這樣就會有一些 攻擊跟輸出上的落差喔 那 這樣的話 神趙雲搭配神 那個 神 魔董卓 在前面刷 刷掉前面那幾隻 就會變得比較 吃香 不要吃香喔 今天你只能選擇說 我到底要 以神趙雲當盾 然後我後面的主力打手 直接清掉對方 或者是說 我神趙雲 一樣也單盾 然後我還有一隻 呃 強化的那個 魔董卓 那他主力 他就是主力輸出 或者是 魔女步 這兩隻都是專門在協助 神趙雲在清掉對方的 前排的角色 只要前排的一旦被攻破 不管他是輔助 或者是說 他是彈喔 然後後方就會很容易 也有可能會被 一路切到底 切到 死光光為止喔 所以說這樣的搭配的 情況之下 是越世界覺得說 不管神趙雲 呃 在 哪方面的表現喔 比方說可能剛才講的一些 呃 比較不適合搭配的武將 或者是說 比較適合搭配的那個武將 都跟大家 小小的做分享 那不知道大家的那個想法如何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越世界知道 那影片中 如果說你覺得說 哪些資訊是有問題的 或者是你覺得說 喔 神趙雲其實 還有其他 更不適合 搭在一起的輔助角色 或者是說 還有更適合搭配他的武將 或猛將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 留言給越世界知道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喔 那還沒訂閱我的觀眾朋友 歡迎在右下方 幫我按起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 影片第一手資訊喔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